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咱的标题 大家请看 列表表示 什么意思 有学过HTML的朋友肯定知道 在这个标记语言当中 有这个列表标记 UROL RI 对吧 Markdown也支持生成这些个列表标记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四个 列表符号 Markdown当中 通过这四个列表符号 就能够生成列表 咱们注意看 第一 减号 没问题吧 第二 乘号 或者说星号 没问题 第三 加号 第四 数字 都能够生成 有什么区别 前三个 加减乘 没有除 这三个符号生成的是 无序列表 最后这个数字 因为是数字嘛 所以说它生成是有序列表 有什么区别 一会咱们看例子 好 接下来进入咱们的实战演习 今天例子就非常简单了 大家稍等 这个地方我今天缩近了 我把它先给去掉 一会咱们看一下 加不加缩近有什么区别 首先说 我先把我的调试器运行起来 MD 然后打开调试器 在这个里面 我先拷贝上 不加缩近的这个列表 看看是个什么内容 Go 大家看右边 生成的是列表 对吧 是HTML列表 咱们看一下HTML的部分 打开 大家请看 生成URL 这是HTML标记的列表 对不对 再打开之后 大家请看 生成了6个LI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列表项目 对不对 没问题吧 LI应该叫做ListItem 对吧 缩写LI 没问题 然后 我刚才说 这几个地方 我是可以缩近的 哪缩近都可以 我是简单的 把这个新闻下面的 紫新闻模块 体育 军事 娱乐 进行缩近 这地方也是缩近 敲两个空格 缩近了 大家请看 右边也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右边也缩近 然后咱们看一下 生成的HTML 有什么区别 URL没有问题 打开 大家请看 刚才生成6个LI 现在变成三个 主页 新闻 还有读书 我缩近的体育 军事娱乐 你看 变为了新闻下面的 子列表 再生成一个URL 打开之后 再生三个LI 体育 军事娱乐 换句话说 咱这通过 空格缩近的方式 就能够动态的生成 或者动态的调整 生成的列表的 缩近的顺序 让它有父子关系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简单 OK 明白了这个原理之后 那么咱们这减号 既然能生成 星号跟它 是一个效果嘛 也能生成 马上试一下 拷贝过来 大家请看 也生成了吧 也是缩近了 Vue进阶 入门 包括这个Node.js 然后看一下 这生成的tag 打开 看 跟刚才效果 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再把一个缩近去掉 我去掉这个Node.js 缩近 那么 Node.js就跑到外面 作为这个LI选项 然后呢 两个Vue呢 还是作为经典课程里面 再看一下这生成列表 对吧 生成了四个LI 因为我Node.js拿出来了 然后第二个LI打开之后 经典课程里面 有一个URL再打开 看 有两个LI 对不对 坏坏着 咱通过缩近 非常容易控制 这个层级关系 OK 接下来 最后 如何生成有序列表 通过数字 对不对 12345 拷贝一下 看一下生成什么结果 我拷贝了 够 那请看 左边是12345 注意看 我的这个生成是1 点一个点 加个空格 它才能生成 我是不加的空格 是不行的嘛 对不对 OK 所以我要加空格 生成列表 然后看一下它生成的HTML 大家请看 刚才生成什么 无序列表 UL 现在是有序OL 没有问题吧 要你们帮帮帮帮 列表都是内容 出来之后 这边是有序的 12345 有朋友说 你这边写的是12345 它就生成12345吗 不是 我这跟您说 是使用数字 对吧 咱们看一下 这地方是数字 并没说从1开始 并没说 必须要有从1开始的顺序 比如说 我下面这个2 这位置 我不叫2 我叫0 行不行 一样 我下面都叫0 行不行 大家请看 我的Markdown的文法 变了 第一项是1 以后都是0 没问题吧 可是咱们看 生成的内容 并没有发生改变 再看一下生成的内容 并没有改变 还是OL RI 说明什么 说明它不根据 我下面数的数字来变化 我下面都数1 行不行 大家请看 右面其实并没有变化 对不对 生成的Tag HTML tag 标记也没有变化 换句话说 我要想做一个有序列表的话 其实我不知道 比如说Java教本 我不知道它是第一项 是第二项 第三项 第五项 我不知道 所以说 我只给第一项 附上1 其他按照我的个人习惯 我其他都给0 这样的话 不影响我今后再追加项 比如说 我在Java教本和Luby之间 比如我加一个PVP 行不行 可以 那我怎么教 0.空格PVP 出来了吧 这时候PVP变成第四项 刚才的Swift变成第五项 可我这边不用去控制 我这都写0 反正我知道它是给我顺序的显示 可是我要不是这么写 我要是像刚才这么写的话 敲123 这没有PVP 然后这地方敲4 我要这样敲的话 那么我如果想在Luby后码再加一个PVP 我该怎么敲 我这还得敲4 对不对 这边生成的tag是没有问题 可是我这边代码看着就非常的别扭 对不对 怎么两个4 那我可能会手工再把它改成5 再改成6 非常的别扭 对不对 那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再加列表项 干脆我在做的时候 统统把它变成0 或者统统变成1 都可以 然后它顺序给它们生成 有顺序的列表 这是它比较方便的地方 所以我推荐您 如果用Mapdown语法 生成有序号列表的时候 我推荐您第一项写1 为什么 因为从1开始 以后几项都写0 这是我给您的一个小的建议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我通过这个Mapdown语法 咱们生成了一个列表 让您看到结果 非常的方便 比您直接敲HTML又简单很多 对不对 好 今天代码 我也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